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会三种地阶剑术 两种地阶掌法 一种地阶拳法 每一种武功都能轻松击败你 你想选哪种 哪种最强就用哪种 或者你都用也行 狂妄 别以为有点资质就了不起 我可是苍元府第一天叫 你还差得远 据说 第一层的六十四座山峰 对应这六十四个传松令牌 先选一座山 你也要选这座山峰 不 我选择的是你 你是东元城上家的人 不错 上夜和上峰就是被你所害 对吗 我给过他们机会 是他们自己咄咄逼人 愿不得旁人 不知死活的东西 连我上家人都敢动 速速报上名来 我不杀无名之辈 现在正值选拔大会 到处都有人在监控 你还想杀我不成 实话告诉你 本少已经得到府主首肯 在这里杀你 没人会追究 好 一个狼狈为奸 上峰和上夜加起来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劝你最好 想清楚再动手 我上智乃上家第一天才 就算放眼整个苍元府 同辈之中也只有屠游可与本少相提并论 你今天必死无疑 赶紧报上名来 别做个无名鬼 那你可要记住 我叫陈兴 你这一天时间修炼出的效果 比普通地坚无者苦修一年强太多 可我出现的时候 总感觉有一道无形的束缚 限制了我的力量 明明已经使出全力 但剑术的威力却差强人意 你能察觉到这一点 说明你已经练得颇巨火厚了 四级剑法是一门讲究意境的剑法 你的心力不输地阶舞者 只要能掌握剑意药灵 就能彻底激发他的威力 我尚未突破心底境 也能领悟剑意吗 人间无者领悟剑意虽然不常见 但也不是没有 我便是其中一位 修炼白光虎剑诀 领悟其他剑术的剑意会更加容易 对你来说只是时间问题 你已经掌握了四级剑法的诀窍 已经没什么可教的了 我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处理 咱们就此别过吧 这是悬崖令 请借此令可直接成为悬崖宫弟子 不过 我还是希望你能参加选拔考核 凭本事进入悬崖宫 你先收着他 遇到麻烦时可以拿出来用意 他二人欲杀我夺位 会有现在的下场是最有应得 没什么好交代的 不管他们犯了什么错 都是我陈景的父亲和兄弟 你明知我已突破星体间 却还要如此对待他们 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既然如此 我也只能用你向上的人头 让整个东阳城明白 卿是我的下场 好大的口气 想战便战 我也正想瞧瞧 你突破现在 到底有几斤几两 星元镜和星体镜 相差一个大境界 就算到达开九脉 也难与星体镜抗衡啊 就是啊 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底气 哼 不知死我 Alexander 并失明 陈景镜抗衡 再一怀 重力 吿 炸 恐怕 路 拉 瘾 灰 你是谁 成功 武神将图已点亮 这就意味着 很快能修业白光虎剑爵了 白光虎剑爵 当真选票 追进雪 我们走 没想到 修炼白光虎剑爵 还能消遣我体内心力的差异性 看来九脉合一 指日可待 如此一来 就不用费心去寻找 灵练心力的功法了 不对 有情况 好强的压迫感 天结新兽 蛟龙正好对应应龙生肖 正乃天助我眼 收了他 我就能修习 欺慕龙元宫了 小小年纪 竟能用新兽党做起 要不是背景过硬 就是实力不俗了 两个开八脉 一个开九脉的无垢之体 这头剑尾虎对我有用 我愿出同等价值的寿丹 外加十枚心金交换他 如何 之前的账还没算 现在还大言不惭的谈交换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怎么 他跟你有仇 牵牵打伤我的人 就是他 叶哥 我都晾出身份了 他还敢放肆 百命都不把我上家放在眼里 你一定要帮我报仇啊 小子 你是外来人吧 我也不为难你 只要你把寿丹和吞心犬留下 作为赔礼 顺便自断一臂赔罪 我就饶你一命 既往不救 怎么样 那次他主动挑衅在心 我没有计较他的无礼已是宽容 你们不要太过分 过分 小子 叶哥肯留你狗命已经是大发慈悲了 你可不要不识抬举 不错 伤了封少 就该赔命 不杀你 你是恩赐 就是 我看你还是速速跪下 磕三个响头认错 祈求封少的宽恕吧 你们当时 你能太适